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弹琴应该是保识一个什么样的手型呢 其实呢对于手型来说 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手型的标准 随着我们孩子的成长 他的手会变大 而且要是不断的练钢琴的话呢 他会渐渐的弹一些非常高难度的一些曲子 所以说要强调某一种特定的手型 那是不对的 那么经过我多年的学习经验呢 我可以帮大家总结一下 如何应该保持一个基本的手型 首先呢我们可以让手指自然的弯曲 接着呢可以看到 我们的弯曲的手指是跟 掌关节是形成一个半圆的形状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 掌关节也就是第三关节都是要凸起的 然后我们的手指可以自然的分开 基准呢就是每一根手指对应着每一个键盘 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下呢 我们的手臂是需要跟键盘是保持一个水平线的 是要平行的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达到了一个基本的正确的一个手型 接下来呢我们再总结一下 对于初学者来说 容易犯的一些手型的错误都有哪些呢 第一种常见的错误呢就是 孩子们经常会第一关节容易塌陷 这样子弹钢琴 第一关节塌陷 还有第二种呢 就是容易掌关节塌陷 如果出现不正确的手型的时候呢 会对将来他们的基础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对于将来他们的手的力度 以至于将来弹琴的速度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